大家好,我是杜邦户外的总设计师Lio 我和我的小伙伴呢 为电车、录音和午休设计了一款非常不错的床垫 那么在上个视频里面 有很多的小伙伴问我们的床垫 在自吸器或者是收纳的时候 是否方便,到底耗时怎么样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首先呢,我们打开这个气孔 把这个充气孔旋转一下 让它变成一个只能进气 不能出气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我们打开我们的计时器 你就可以看到它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那么自己吸气达到一个饱和的状态 因为电车内部呢,采用的是一个高回弹海绵 那么当我们打开气孔的时候 它会自动吸气,自动膨胀 达到一个饱和的状态 那么如果喜欢再硬一点的小朋友呢 你可以再自己吹两口气 最后呢,记得一定要把充气口给关上 接下来一整晚 你就可以享受这款床垫带来的超舒适感 它的整个自吸气时长也非常短 是29秒多一点,30秒左右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它的收纳是否方便 首先呢,我们把整个充气孔打开 把它调整旋转到一个只能出气,不能进气的状态 打开我们的计时器 然后呢,我们可以把整个床垫进行三次对折 利用自身的体重 然后把整个里面的气给挤压出来 然后呢,再把整个海绵垫打开 而这个时候呢,里面的海绵 因为有气体已经被挤压出来 所以说它处于一个几乎真空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就可以像平时叠被子一样 把它简单的进行卷一下 网上我们附送的一个板带 然后就可以放到整个带子里面去 那么Model X和Model Y呢 可以很轻松的放到前备箱和后备箱 整个收纳用时呢,是一分半的时间 也是非常方便 感谢大家关注 来到哪面的人 呢,如果快点 一样子 就像是这样子